李瑞瑩的心情虽然很低落 但听了施文琪的话 还是勉强的露出微笑 李平才要出声 却被门铃声打扰 充满的下楼开门 施中坤问周天琪 是怎么察觉到李瑞瑩会看见她的 周天琪说他们鬼会有个能力 知道对方是否会看见自己 施中坤忍不住的嘲笑周天琪 被人打也不闪躲 哪有鬼当成他这样憋屈的 周天琪反击回去 只施中坤怪不得娶不到老婆 打是情 骂是爱 这是夫妻间的情趣懂吗 施文琪毫无形象的笑了出来 打心底也佩服这鬼 居然敢呛施中坤 虽然是鬼 可身上的气场 与那些小鬼迥然不同 看来生前应该也是个想当当的人物 正当周天琪跟施中坤还在伴嘴时 李平带了李瑞瑩的爸爸李棠走进房间内 李棠一见到施中坤当场认住 施中坤也停止了嘴上的动作 看向李棠 李平察觉到他们之间的气氛不太对劲 询问他们认识吗 李棠语气冷漠的回 没想到过了那么久 还会见到你 这话明显还是对施中坤说的 施中坤却回 你应该不想再见到我 李棠哼了一声 见李瑞瑩平安无事的坐在床上 便说没事就先走了 施中坤以积累不及掩耳的速度 拉住了李棠 指他怎么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这么无关紧要 李棠用力的甩开施中坤的手 大喊当初就该把李瑞瑩丢掉 那么他的事业 他的老婆 他的人生 也就不会沦落到这凄惨的地步 都是这个丧心害的 施中坤愤愤不平地揍李棠一拳 指雪月传说 只是一个传说 没有人敢肯定他的真实性 况且事事难料 等能把不幸都怪在一个小孩身上 有什么资格当人家的父亲 李棠听了这话 讽刺了施中坤 雪月传说 不也是你说的 你有什么资格 指责我的不对 用力的推开施中坤 告诉李平 李瑞瑩就留在这里 奶奶的桑里他也不必去 省得大家见到他觉得晦气 丢下话后 头也不悔离开了 任凭李平怎么叫唤 李行都不理会 这让李瑞瑩伤透的心 眼泪一滴又一滴 悄然滑下 施文琪默默地擦去李瑞瑩的眼泪 他知道 在这个时候 言语并不能安慰李瑞瑩 唯有陪伴 才是最重要的 施中坤见李瑞瑩难过的模样 愧疚而来到李瑞瑩的身旁 说都是他的错 当初就不该跟李唐说那些话 那么他也就不会残忍地对待李瑞瑩了 缓缓地讲述 十六年前 他到医院探望有人时 竟发现医院的市中 弥漫了一股浓厚的阴气 鬼魂的哭叫声不断的响起 他往天空一看 竟挂着一轮雪月 当他听到护士说 厂房有三位妇人 禅下小孩 他心急地跑到御婴市 看到李唐站在那里 鼓起勇气了跟李唐讲雪月的事 当时的李唐并不相信 认为这是迷信 敷衍他几句就走了 后来他想再找李唐谈谈 却发现李唐一家早就出院了 人海茫茫从何早起啊 所以他也就算了 一直到施文起说 他有位同学是在雪月出生 他心想不会那么巧吧 加上听到李瑞瑩 因为雪月传说 家人待他并不好 疼爱他的妈妈也过世了 心里更加觉得欠就万分 他告诉李唐雪月的事 只是提醒他 却没想到 他们竟然苛刻对待一个孩子 他非常的后悔 当初就不该多嘴的